短线它其实就是做的什么呀 它不需要看太多东西 如果分析不行的朋友 你就去做短线 它真的不需要看太多东西 你就看支撑压力就可以了 你就找准支撑压力 你其实做短线 你根本不需要分析什么大桌期的趋势 什么什么东西都不需要 因为你做短线 你是做某一个时间的一个波动 是不是 你就是要搞清楚 日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你就找支撑压力 你就去做就可以了 你无非要做的就是提高胜率 是不是提高胜率 这才是关键 其他的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做短线 它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 它就是找支撑和压力 那么怎么去找支撑和压力呢 其实很简单 朋友们 咱们所说过的所有的东西 它都在解决支撑压力 那么你去找支撑压力 你可以从几个点入手呢 指标 是不是 指标我们用过什么 不年代 是不是 就可以去参与 去参考 还有非波也可以 第二个什么结构 对不对 结构和阻势 当下是震荡 还是什么 当下是往趋势 还是什么 是不是你搞清楚这一些 最后你去找共振 其实就这么一些东西 再提一点的是什么 环境 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么几个点 这个环境讲的是什么 交易环境 这个也很关键 大家对于旁边要有一个感受 亚旁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拼多 这样的一个欧旁 它是一个 大概会是个什么样的节奏拼多 美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拼多 你只要搞清楚这些东西 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结构 走势里面 我们有紧性的支撑 要什么能量分割性的一个支撑 等等等等 那都是我们三代系统里面 细小的一个知识点 我就不在这里去展开 反正就是根据这些东西找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说这么多 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包括黄金 是吧 今天咱们还是做多了 是不是 今天咱们做多了 第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空了 是不是 那你觉得在这里空 要很大的一个知识技能吗 不需要 要很大的知识技能吗 不需要 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就是一个五分钟级别 这个位置的震荡 可能很多朋友还没看懂 这个五分钟级别的震荡是什么 就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小震荡 就是一个小震荡 这不就是一个小震荡吗 这个不就是压力位吗 那么在压力位咱们就去做空吗 然后又是压盘 压盘它一般都不会做出什么大样的节奏 所以我就做它的震荡 就这么一些简单的思路 是不是 就这么一些简单的思路 好 咱们快进快出 立马解决战斗 是不是 然后后面我们又做了黄金的多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个多其实也是在找支撑 这里是不是支撑没毛病 其实这个点确实没毛病 这里确实是支撑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里是不是 前期的一个景象的地方 再怎么样 我们在这里去做一个打点的机会 应该还是有的 当时可能是周五这个行情 没有比较常规的走势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 在这个位置去做环境的打点 真的在短信上面 确实我觉得是很容易去赚到钱的 随便有一个小小的反弹 上40个点 我们的短信都立马就能够出来 只要位置进得好 去赚点钱 其实真不难 那么确实这里没有走出来 我分析了 第一个确实有一个概率情况 它在这种位置 它也不是百分百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它是交易环境的情况 可能到了下午 到了周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行情相对来说 它都不按常理出牌